你不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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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很多人都说 是那个我们爸妈已经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那是他爸妈 那是他家里人 我家里人不行 是这样子的 我先从我 我本来是没有跟家里人说这件事情 是我从妹妹的口中告诉我的 我从那里跟妹妹聊 顺口问了一下我妹妹要顺便牵扯到我 本来是我姑姑是知道的 是因为她是当老师 他们学生科我跟孙浩 那次就不小心我姑姑从她学生口中听到我的名字 我姑姑就说你喜欢我侄子 那是我侄子 刚好之后 他们学生就把我 我是给的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 我的姑姑 然后我姑姑就知道了 然后跑回去问我的妹妹 我妹妹 老公调白光 然后我妹妹最后是跟我姑姑说 你说你别人家的事你就别管了 然后我姑姑就问我妹妹说 要不要告诉我 妹妹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我爸爸 然后告诉我奶奶 然后我妹妹就教育了我姑姑一对 也不知道我姑姑 然后知道吧我那天我奶奶睡着 我妹妹突然进去看我奶奶睡着了没 然后她发现我奶奶看我抖音 我奶奶睡着了 我奶奶我看我那个抖音界面 播着我跟你打播的视频 吓得我妹妹立马去 立马去给她手机 我们俩打播的视频点了不感兴趣 奶奶是气晕过去了 哈哈哈哈 奶奶是气晕过去了没睡着 哈哈哈哈 我奶奶是我回家唯一一个问我 问我孙浩的 我奶奶问 那个浩浩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我说她没完她自己回家过年 然后说到我爸妈 我爸妈不是经常看我直播吗 然后我有时候我的视频 明眼人都知道 我她是一对是吧 我本来是给我妈的那个借口 是我说我说是剧本 然后说是为了赚钱吗 这是先为了缓住 缓住我那个我爸妈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爸妈有时候也看你们粉丝 剪的我们人打播的那种视频是吗 然后我看我妈经常也点赞是吧 然后我妈 然后你知道我妹妹是怎么形容我妈妈的吗 我觉得你妈妈好可怜 他总是在感觉他总是在骗自己 然后我当时 啊 啊 他说就是他自己在骗就是那种 睁一睁眼闭着眼的那种 这场当时聚会场上 全家都知道我出去 还有你肯定又不知道你奶奶也不知道 我奶奶知道啊 每天看到一个视频里面 我老公是公司的 然后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那一天 我坐在这边吃饭 我爸爸和奶奶坐在对面 对然后他们就问我问题 男仔啊 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 说啊 然后我叔叔啊 带女朋友 我说 然后然后 然后我奶奶就帮我找补 就说 哎呀找女朋友 12728岁的时候 我们再找吗 现在急什么 哎呀我爸爸要我明天 带个女朋友回来 这带好 我全家 甚至我婆婆家都见过怂涛了 那我们家人都同意吗 我不知道啊 我就有时候 我就不知道以后怎么说 他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怎么 我就是说 嗯 你抖音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爸爸不是拍我的 有一个视频火了吗 然后下面有一个 然后又有个评论说 家他 他们家里人知道他们吗 他们公开了吗 然后 说公开了呀 他们全家都同意的 哈哈哈哈 我爸爸就是围绕这个事情 给我展开一团讨论 然后 然后我就我就说了 你在跟随便里呢 你说啦 嗯 你确定你说啦 我说你抖音看啥样 我就啥样 我不是说 他说妈妈不是说你这是赚钱吗 我说 我说 是真的也是在赚钱吗 然后 然后 然后然后 然后他就说 我我 我妈 我妹妹是这个意思 他以为 他以为我只是玩玩 他说他可能说年轻人嘛 嗯 就是玩玩 然后 以后我 我终究会是找女朋友结婚的 他这么觉得 还有家人 自己在骗自己 我阿姨就是打趣 说 问了我爸妈说 我要是喜欢男人怎么办 我爸的第一位 让我打断他的宠围 我妈妈说不能 我妈妈说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